今天全台又是一個又悶又熱的天氣 當然部分地區也出現了午後雷雨的現象 不過如果部落族人有多注意天氣預報的話 目前在南海的海面天氣可就不平靜了 因為有新的熱帶性低氣壓行程 而目前也不斷地在醞釀發展 天氣上的資訊把時間交給一教 中部一帶的大雷雨就沒有客氣地再下 尤其是在南投仁愛這邊 在4點到5點這段時間 室雨量更是一度有來到接近40毫米 而這樣的雨勢下載我們的山區部落 更是將大大的增加了土石崩落的風險 尤其今天上午在花蓮近海又發生了規模5以上的地震 雖然這是正常的能量釋放 但是提醒大家還是不能輕忽周遭的環境 因為接下來還有一波降雨高峰 不過在關心天氣之前 我們先來看一下颱風消息了 雖然說是颱風消息 但是要關心的不是艾維尼颱風 因為它現在持續朝著日本的東南方的海面上前進 那麼隨著第一號的颱風遠離之後 我們台灣附近還是不太平靜 因為我們往南方來看 在這邊在海南島一帶 有一個熱帶性低氣壓已經發展行程了 那麼預估接下來它還會持續的增強 那麼有機會會成為今年的第二號颱風馬利斯 不過就目前的預測來看 它未來在經過這個中國廣東一帶之後 就會慢慢的減弱成熱帶低壓 因此對我們的直接威脅是不大的 但是它有可能會進一步的帶動南方這邊的水汽進來 到時候也會配合下一波的封面報導 為我們帶來劇烈的降雨 務必要留意它接下來的動態了 我們回過頭來看今天的降雨狀況 從圖卡上來看 今天台灣附近真的是蠻熱鬧的 那麼剛剛提到的這個熱帶性低氣壓就是在這一篇 那這邊有一大片的雲系都是低壓帶 那麼今天隨著大環境轉垂尾偏南風上來之後 這一些的南方水汽也跟著北台持續的輸送到台灣 尤其今天在中午過後的熱帶流發展的都相當的旺盛 而到了明天又是下一波封面逐漸接近的過程 所以整體的台灣的水汽會再進一步的增加 要注意的就是整個中部以南都很容易下雨 尤其在中午過後呢在各地的山區部落也都要慎防大雷雨的發聲 而關心晚天氣呢至於溫度上的呈現 我們來看到下一張圖卡了 那麼今天雖然是大環境水汽增加 但是還是會有這個降雨的空檔 尤其在中午之前呢沒有下雨的時候 全台通通都站上了30度的高溫 而到了明天呢可以看到就是下一波的封面逐漸接近的過程 加上這個南方持續有暖濕的水汽移入 所以明天各地的體感溫度都有機會來到35度以上 提醒觀眾朋友們這樣又悶又濕又熱的天氣呢 很容易造成身體上的負擔 所以建議大家出門還是穿著比較寬鬆 或是透氣一點的衣服會比較舒適 至於部落裡頭更詳細的天氣預測 一起來看山海氣象 屏東獅子牡丹滿洲23度到31度 泰武來一村日都是有短暫正約24度到31度 三地門無台馬家有7成以上的降雨機會 高溫來到31度 高雄原鄉地區最低溫15度高溫來到30度 有7成降雨機會 加以阿里山15度到28度 南投原鄉地區12度到28度 有9成降雨機會 台中和平17度到28度 苗裡的原鄉地區 20度到29度有7成以上降雨機會 新竹灌溪殲15度 16度到30度有9成降雨機會 新北烏來桃園附星20度到29度 很高的降雨機會 伊蘭大同南投原鄉地區 要留意午後雷鎮雨是19度到31度 華臉新城華臉市 華臉市吉安野少留意午後 震雨25度到30度 首林及萬榮地區 21度到31度 首峰峰冰有短暫震雨 23度到31度 封林光复及瑞水 有很高的降雨機會 有7成以上 浙溪玉嶺富里13度到30度 有5成以上降雨機會 台中海岸線地區25度到33度 時尚觀山海頓永平 留意午後雷鎮雨是19度到29度 鹿野台東市北南24度到31度 南迴地區20度到31度 有5成以上的降雨機會 蘭嶺地區27度到31度 最後外到連江金門澎湖 23度到29度 那麼明天持續受到封面逐漸接近的影響 全台水氣都會進一步的增加 尤其中南部地區一整天 斷斷續續都有這個短暫震雨 而另外在中午過後 還是會有大雷雨下下來 而且區域不只是在三區 在西半部也有機會延伸到平地地區 所以提醒觀眾朋友 天氣不穩定 外出的時候可以帶上雨傘備用 那麼沒有下雨的時候可以遮陽 一方面也可以擋雨 那麼以上是這一節的氣象資訊 提供給大家參考